Hello 大家好 我是让你上头的香菜 你的青葱岁月 是否有这样一抹粉色倩影 她 巧笑奄然 她 顾盼深辉 她 音题婉转 她 平平渺渺 一看到她 你的心就忍不住扑通扑通的乱跳 哦 没错 她 就是那个俗话说 装月粉 人月狠的粉红佳人徐宜 今天就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至尊红眼里徐宜的一系列 很圆操作 看看是否能勾起你粉红色的回忆 我叫徐颖 清纯可爱 楚楚动人 这些就不必说了 事为事不知道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我的出身 那就是 班公 我穷到什么程度呢 为了食两银子 愿意卖身给原外家的傻儿子 她是零售的那种 虽然在关键时刻 我的好朋友把我拽了回来 说起我的这个好朋友 她是本剧的女主角 我妹娘 我和她还有另一个男生小多 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 我们还一结金蓝 发誓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这flag lead 领头人自然是热情开朗的妹娘 妹娘平时的爱好就是扶贫 其实我想说 我就是一个如假拨换的穷人 你们能不能也复复我 但是 我不敢说 只能 偷偷送给乞丐的钱 才能维持到生活 这样子 我偷钱的事被小多发现了 她跟妹娘告状 他们这才知道 我为什么这么需要钱 原来我本来一直跟着哥嫂 圣魂的妈妈 因为生了病就被哥嫂给赶了出来 哼 什么养儿防老 妹娘责怪我为什么不把男主告诉她 她不懂贫穷带来的伤害 不仅仅是匮乏那么简单 她会让人丢失掉宝贵的尊严 又滋生出狭隘的自尊心 这就是为什么 同样是一方水土养大了两个人 她有那个热情大方去行善济世 而我 只能小心翼翼地刺探世界 这是她的家 这是我的家 这是她的妈妈 这是我的妈妈 我们都是花样年花的女孩子 我们都有同样光明的未来 但不得不说 妹娘是个仗义的朋友 为了给我娘筹钱治病 去参加了一个官方举办的书画大赛 赢得了一百两的黄金 我终于有钱了 但却没有妈妈了 我妈妈没有死于疾病 她死于贫穷 书画大赛上 我们结识了微服出油的太子李志 这个太子虽然叫李志 但是一点也不理智 他对妹娘一见钟情 缠她的身子 你下见 还偷偷画了她的画像 遗解思念 就怕痴汉会画画 太子有两个粗钢子老婆 蓝黄后和萧淑菲 被发现妹娘画像的时候 太子集中深至说 是给自己老爹推荐的秀女 然后这幅画就被送到了皇上那里 皇上看了很满意 命自己的心腹爱将李军线去接人 太子就这样一时怂成千古恨 女神 变后妈 操作 顶呱呱 也从此改变了妹娘 和我的命运 我和小多去京城找妹娘 小多因为吃了梅文化的亏 她这一进生的话 她不身体又干净了吗 变成了太监 不过她本来就想在宫中陪着妹娘 对于被咽了仪式 也是很看得开 真的是看得太开了 还没某些人对蓝尾的感情深 我和小多就这样顺利地留在了宫里工作 命运之轮 就此转动 不理智太子陷入了恋爱脑 非要跟自己的老爹陆斯令强女人 而我 早在太子微服初遥的时候 就爱上了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为了弥补来世 我会拒绝她的事吧 那时 她会为我穿上天空的颜色 穿我天空的颜色 但此时 她的温柔不是对我 她的情书也不是写给我 她满心满眼 只有妹娘 而我 满心满眼 也只有她 后来 妹娘因为一块刻有地传三世 古代理性的预言时 被陆斯令所忌惮 我带着妹娘和小多顺利逃出了宫 他们以为 我会和他们一块儿逃 但是我不 因为我徐盈盈是一个有梦想的女人 刚真 我希望她走了就不要回来再跟我抢男人了 毕竟除了主角光化以外 我不觉得有什么东西 是我徐盈盈的对手 就在妹娘出逃的那晚 陆斯令死了 太子当上了皇上 就把妹娘找了回来 但是妹娘是先皇的人 按照规矩得去当尼顾 皇上很不开心的借酒消愁 然后就把我当成了妹娘 跟我酒后犯了错 说实话 我是有机会可以挣脱的 但是我不 因为这就是我的dream了 我还主动迎合了她 没想到事后醒来 她最在意的竟然是妹娘会伤心 不想认账 你这妈竟然想白嫖 他还打发我去寺庙里照顾妹娘 我天天看着皇上对妹娘一片情深 把她的痴心告诉了妹娘 妹娘却嫌弃得跟吃了苍蝇似的 她不知道 她嫌弃得不行的东西 却是我日思夜求的东西 我多希望皇上爱的是我 多希望她能像对妹娘那样对我 为什么妹娘就能轻而易举的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还气如碧驴 而我却只能尾身做她的替身才能偷得片刻欢愉 她已经样样都比我好了 为什么还要和我抢男人 老天对我太不公了 我恨 看着妹娘各种装清高拒绝太子 我觉得她很矫情 简直就是 进口大麻袋 张 皇上千方百计的要来赶夜寺和妹娘 这可是佛门种地啊 我死佛子呗 他们要为爱鼓掌 还有我去给他们熬壮阳神药 我还要熬四个小时 我好 祝你们熬药四小时 行房五分钟 我越想越气 我得不到的 也不能让别人得到 不如毒死他们 大家一块死了干净 正好这剧也不用演了 但是不巧被妹娘的妈妈发现了 好 你们在佛门种地搞黄色 我就在佛门种地开杀戒 来啊 互相伤害啊 于是我流着最惨的泪 下着最狠的手 把他妈给捕死 我杀了人 我杀了我好姐妹的妈妈 杀了我这个我也叫妈嫂的人 我该怎么办 当然是告诉大家 她是投井自尽的呀 不然还能自首吗 我张三 不是 我熏影什么时候自首过 于是就这么过去了 后来皇上发现了妹娘和李军县的奸情 为了救李军县 妹娘答应了皇上的求爱 从此成为了皇上的妃子 在她的眼里 她是埋葬了我们的爱情 但是在我的眼里 她是抢走了我的爱情 明明是我先来的 爱上皇上也好 和皇上为爱鼓掌也好 明明都是我先的 但是她却占据了皇上所有的宠爱 我恨 于是我没忍住和小多吐露了我的委屈 可是她更在乎的是妹娘 连她也要我为了妹娘而隐忍 我知道 在三个人的友情里 注定有一个人是多余的 妹娘怀上了龙种 在她生孩子那天晚上 我偷听到这孩子是李军县的 接着我又和皇上绝后开车了 这一次 她没有把我当成妹娘 但是醒来以后 她还是一样的不认账 还是因为害怕妹娘伤心 把我藏着掖着 见不得人 回头让元宝 送一些珍珠和碎过来 就当时犒劳你们 我要的是珠宝照断吗 她说她不想让妹娘受伤 那我受伤就没事是吧 她说妹娘周一下 没头她就心好疼 那我就是Bitch 可以随便见她是吧 男人 你胡敢戴绿帽子 皇上宁愿爱一个绿了她的女人 都不看看一直对她一片痴心的我 我更气了 于是我编了一首 皇上戴了绿帽的鼠来宝 让乞丐们传唱出去 随着鼠来宝热度的一路飙升 皇上不得不滴血认清 结果孩子还真是她的 我这一季 没把妹娘怎么着 都是让妹娘找到了我的破绽 被她怀疑了 可扫 后来我又撞见蓝皇后 和萧淑菲要杀小公主 她们都是只有贼心 没有贼胆的怂货 不像我 想杀就杀了 流着最惨的泪 下着最狠的手 这就是我 徐云 杀小公主的锅 顺理成章的由蓝皇后和萧淑菲杯了 虽然她们不肯认 但是这次 连妹娘都不相信她们了 蓝皇后人之将死 就开始瞎说大实话 说我背着妹娘和皇上有好起腿 保不齐就是我干的 瞎说啥实话 我背着大实话 下得花容失色 你可别乱说啊 我也只是个宝宝啊 妹娘也开始怀疑我了 但是我凭借着出神书话的哭泣 这个感人肺腑的演技 成功地征服了妹娘 她信了我的邪 还和我道歉说不该怀疑我 我 嗯 这奥斯卡大将来得我猝不及防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对我大唐女后寻名的认可 我只能说 我演戏 发自真心 我的嫌疑就此解除了 但是锅还是得有人背不舍 如果那两个妃子迟迟不肯认罪 终究是个隐患 于收给皇上献上一记 无论是他们谁动的手 另一个都是目击这人不是吗 皇上瞄懂我的意思 还让我亲自来办 我选择留下比较憨憨的萧淑妃 卖了看起来比较聪明的蓝皇后 最后蓝皇后被刺死 萧淑妃被打入冷宫 我还好心提醒皇上 杀了蓝皇后全家 你绝后患 杀人诛心算什么 杀人就要诛酒品 而我 此时此刻 还只是个小宫女呢 还没换上那套 令人闻风丧胆的粉色演出服呢 这些人就已经不够大了 不过妹娘始终是我最大的情敌 我感觉我心里有一头野兽 被我的嫉妒喂养得越来越大 我既害怕又喜欢被她支配 总之只要抢我的理智 我就不理智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徐云真正的重头戏是在后头 我们下一期继续讲述 徐云的下半身 咳咳 下半身 请各位客观老爷 多多下单三连按摩套餐哟 徐云真的太可怕了 唯有音笔才能安慰我 这个受伤的心 我是徐云 哦不 我是香菜 下次见 摸摸杂